到了中年在工作上 会面临这个工作危机 但是利泽你觉得 与其在工作上害怕 后浪来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不如自己拼出一条血路 其实刚刚我非常赞同 邓丁医师讲了一句话 就是你刚刚讲说 同才的压力 因为当你看到很多同才 其实无论是你的同学 或者是你的同事也好 大家都还是维持 一定的外形的时候 其实你一定会担心自己 那我觉得与其去担心自己的外貌 还不如是充实自己的能力 真的 因为如果 其实主播这个工作的专业 是一种沟通的桥梁 所以他是在沟通新闻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 比如说访谈的沟通 但是实际上自己而言 并没有一个所谓自己的专项 所以我会觉得与其我去 因为说实在会讲话的人 这个门槛 就是等于说训练也是能够训练得到 那你如果没有自己的专业 有一天你可能就会被更年轻的晚辈 甚至如果今天我是主管 我也会宁可栽培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可能能够工作时间长 又乖又听话 然后也叫得动 可能薪资也相对的 薪资也甜疑 对所以如果我是主管 我也会想要栽培年轻人 对所以我觉得与其有一天 当你人生这是一个自然定律 你走到顶点你一定是下坡 所以我已经在顶点了 那我自己选择我要走的路 而不是我要下坡 我想办法往横向去走 那前提就是我要先充实自己 对那我觉得那一方面除了是 所以你开始去做影剧的部分 对 影剧的部分做深度的访谈 其实最早我在入行的时候 我就是在好莱坞驻地记者 所以我本来就对就是电影圈 请问你访问过哪些好莱坞的大明星 你讲得出来了我都访过 你随便讲 我一下还傻了老师你讲两次 Tom Cruise Tom Cruise 有有有而且访过很多次 真的假的 对访过很多次 再举两个 妮可姬曼也访过 球莉 对有 球莉也有 还有合照跟签名 还有球莉的合照签名 对 谁 也有 布莱德比特 也是访过两次以上 两次 都有 小勞不盗尼 都有 而且我还是台湾 小勞不盗尼也有 我是台湾唯一一个 有小勞不盗尼九分钟专访的人 因为小勞不盗尼一天 小勞不盗尼一天只工作九十分钟 所以他能够排的访问 基本上如果你九十分钟 一家有九分钟的话 他只能排十家 所以其实根本就不可能 那一般 一般人能访问的时间是三分钟 你排十家 对 其实十家问的问题都差不多 他又要保持礼貌 又要保持那 他就是钢铁人那个样子 小勞不盗尼就是钢铁人 他是本色的 那你们要怎么样想办法 引起他的兴趣 像我自己有一些小撇步 比如说我先前都会做一些 指甲彩绘 然后当他们看起来 已经就是被人精神 你知道吗 就坐在那边一整天 其实媒体的问题都大同小异 那你突然给他看一个不同的东西 第一点他可能会觉得你很用心 他会觉得你用心到你连指甲彩绘 上面都画了我耶 他就会开心 然后他也突然会活起来 这种叫icebreaker 就是破冰的一些小小心机 所以年轻记者都会很羡慕你 说凭什么都是他去访问大牌的明星 我们都没有 但说真的这个机会给他们 他们可能也做不来 因为那有很多功课 有 而且就是你 其实说实在看起来 表面上好像只是在聊天 实际上你在 因为你只有这么有限的时间内 你所有的问题 都要问在刀口上 对 那你会发现 那问题是那你 人家年轻记者就想说 你主播还要指甲彩绘 我们只要 这样就有了吧 我还有看过那种 就是全身镂空装 只有遮三点的 这样去采访 对 但是它就是三点有蕾丝 然后全身镂空这样 可是呢 我真的觉得这不稀奇 因为外国人 第一点外国人本来穿着 就比较开放 他们自己所有的女明星 那艺人 全部都一个比一个辣的 然后他们的身材 又比我们更加的丰满 是 所以其实对这些外国艺人而言 他们已经看多了 他不会觉得你穿这样有什么稀奇 他可能反而会觉得 你来访我怎么穿成这样 因为尤其是你的如果受访者 是女艺人 她会觉得很不舒服 会觉得你是要干嘛 你要不要比下去 所以 因为我们会访问 不止男的艺人 我们一定是男女艺人 比如说男女主角 你都有访 所以当你穿成那么浮夸的时候 或者是那么性感出现的时候 女艺人那边 就会觉得比较不舒服 所以都是很多眉角 所以你很多都是要做很多的功课 对啊 很多很多眉眉角角 然后每个艺人的个性也不一样 有的其实很难访问 就是 你的问题都比他的答案长 对 有很多 对 我们都觉得这主持人怎么废啊 那讲话热热的等这样子 对 其实是因为来宾答案太短 对啊 我也有那种 问过那种 就是来宾只有给我yes or no 这也很讨厌好不好 对啊 就你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yes 然后你就觉得蛤 就这样子喔 这可是你心情不好 你干嘛接受访问 你干嘛接受这个安排 谁 谁 而且你的片丑比我多很多 谁 好莱坞的随便说嘛 好莱坞谁 艾迪莫菲 他话超少的 你不要看他是个喜剧演员 他在荧幕上面好活泼 可是私底下真的好安静 其实我访过的 所有的喜剧演员都讲 罗宾威廉斯也是 可是罗宾威廉斯至少话比较多 他会很认真的回答你 那我们就问一下 妮可基曼 我们在荧幕上看他都好美好美 那本人看起来呢 有差吗 他其实看得出来很努力的进场维修 是就很敬业啦 对 面对镜头是很敬业 因为我就说嘛 其实大家都有同才的压力 你看妮可基曼年轻的时候 他也是大家心里的女神 但他现在已经开始演妈妈 她是随行侠的妈妈 对 但是妮可基曼还有专属的修图师 专属修图师 他没有P图师不能够出场 什么他的照片 还是他的每一部戏 每一部戏 每一部电影 他每一部电影都有签合约 他个人的专属P图师 他专属的P图师 所以他的影片里面 全部都有修过 但是他本人的确看不出来 快要60岁 他本人真的维持得很好 身材 因为其实你说脸可以 脸也许可以进场维修 可是身材你不靠自己努力 不靠自己健身 不靠自己维系 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是个非常敬业的演员 我觉得以他的工作而言 他是有必要这么做 但是讲到说怕老 或者怕中年危机 这时候有时候不分男女 我们现在媒体很坏 常常会闲得没事 是没有板面还是干嘛 就是说男神崩坏 找一个20岁小鲜肉的照片 再找一个现在60岁的照片 两个一笔女神崩坏 然后一笔 还有那种更无聊的抖音 把那个历代所有的年轻 清晨美女崩坏 然后跟现在照片做对比 其实心里面 我问一下邓女士 男生女生 谁比较怕中年危机 我觉得其实都怕 尤其是现代 大家是崇尚年轻 那很不愿意知道自己应该要下台 可是还是有一些性别上的差异 我们在做一些心理辅导的工作的时候 心理资上的时候 会看到男性大部分的中年危机 还是比较会很 你可以这样讲 就是由外而内 例如说在工作上发现极限了 她没办法再上去了 或者她必须要把她自己的位置让出来 还是她设定的这辈子要到的那个点 大概就是到不了了 她们会因为这些事情感觉到很难受 那女性 女性的那种中年危机 有时候是从内发生的 怎么说呢 因为很多女性 即便现在是有职场的 可是还是大幅度的承担家人照顾 跟情感维系的角色 很多人就是有照顾父母公婆 或者是小孩子很多的事情是她自己在维系 可是为什么说中年危机是由内发生 因为她自己开始感觉到 我人生大半辈子都耗在你们身上 然后再来以前的人会讲空巢期 但空巢期其实是很浅的一个理解 我们要问进去 空巢期已经是以前的名词了 对 因为我们现在要说 空巢期为什么你会难过 对不对 因为空巢期可以不难过 你为什么难过 其实是因为空巢期发生的时候 你这些人都证明给你看 你付出在他们身上的将不会太有回馈 对不对 你有发现说 你从小 例如说很多的工作机会 很多自我休闲娱乐甚至发展的机会 甚至只是放松好不好 让自己舒服的机会 你通通都放弃了 然后你就觉得要陪小孩这样 陪小孩那样 陪老公 陪长辈 然后你一直觉得什么 你觉得以后有一天 这些付出会有代价 会有值得 会有回馈 结果没想到你到空巢期发现说 老的也对你不太满意 他觉得他要去追求自我 那或者是我们例子里面看到 小孩子现在的价值观 跟上一辈很不同了 妈妈就跟他说 你要找一个固定的工作 他说我为什么要找一个固定的工作 妈妈说滚石不升胎 她说我就是很怕发霉 我不要做固定的工作 会省胎 那妈妈和他说 你总要存一点钱吧 她说存钱有什么用 也买不起房子 背了房贷的话 我就要一直再做下去 等到我要像你这个年纪 去欧洲玩的时候都走不动了 所以他们现在常常有机会 就要打工游学啊 或者要换啊换去 那跟老板一言不合 他们可能就觉得 我不要再浪费我的生命 那这价值观 你不能完全的说他不对 听起来好像也没有不对 因为他们 其实他们一旦做到 自己喜欢的事情 还是非常的认真啊 只是可能他们对于 保守的那种想法 或者不加思考 随波逐流的想法 现在的年轻人更有主见 可是这难道不是 我们教他们这样的吗 我们就是这样教他们啊 可是这个 可是我们要是觉得他们对 那不就显得我们 这辈子都白活了吗 对 所以我说中年危机 就是从内出来 第一个 你如果要认为他错 你跟他就会有冲突 然后孩子 家人跟你会不亲近 你就觉得老来这么孤单 那你就会有危机感 那如果你要说他对 你要支持他 你就会面临一个 哇那我这辈子白活了 我都在生胎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所以这两重的危机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接近在中年 差不多五十多岁这一辈的人 已经有接触到新世代革命性的想法 但是我们还背着老世代的一些保守观念 所以自我要求就双面的大 那我们要 你建议如何找回 重新找回自信 我觉得如果要重新找回自信 应该第一个要好好的回顾自己做过的选择 然后把这些选择好好的认领起来 不管你以前做过 认领起来 对 认领起来 例如说你以前选择 投注在什么事情上面 现在可能觉得 这个回馈没有很大 那心里面会有失落感 其实我们有时候办一些 中年人的心灵工作坊 他们都在谈遗憾 除了迷惘 失落 就是遗憾 那遗憾这个部分 他们的人他都遗憾什么 觉得为家庭付出太多的生命 我们看到的当年 为什么不是嫁张老师 为什么嫁了何先生 然后结果差很多 他就觉得差很多这样 然后现在每次看到 张老师的这个妻子夫人 是这样这么的幸福 就过马路张老师 还牵着他的手 就觉得当年非常的遗憾 那这个遗憾有几种 一种是因为我爸妈 叫我嫁何先生 一种是说 我自己 我自己不晓得 为什么一个任性 吵架之后就不联络了 所有的这些遗憾 还有工作也有很大的遗憾 尤其对女人 等一下这种很遗憾 遗憾 这种在工作坊里面讲起来 要不是大家是 这样哭成一团 哭 大家都为他哭 因为其实很多人 都或多或少 有过失落的经验 即便说 没有当初没有两个先生 让你选 可是例如你当年的工作 你放弃了 我还听过有的人 在回应这个时候在讲说 他曾经准备好要出国留学 可是却因为长辈 那时候被诊断 得了癌症 所以他就觉得 要留下来陪奶奶 于是他的留学梦 就没有进行 那他一辈子就是做着 好像很可预期的上班族 可是他觉得 他如果当初有去法国留学 他应该会变艺术家 听起来整个都是很遗憾 对 那这种遗憾怎么办呢 这种遗憾 我觉得我们就必须要回顾当时 我们其实会帮帮大家去看说 当时你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你一定是用尽你的能力 去选一个你觉得最妥当的 我们会觉得说 把它认明起来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有能力过来懊悔 其实都是你那时候 一步一步走过来 你今天才有这样子的见识嘛 所以智慧跟经验 必须被认为是有价的 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 如果我们觉得一个人的智慧 比方刚刚例子的说到 这些智慧上的东西 如果是有价值的 中年危机就不会那么严重 可是如果一个社会 不看重内在的价值 只看重外在的样貌 或者那种快效率 有没有 用年轻人的话 又好用 成本又低 看重这种快的效率的话 我们整体所有的人都会中年危机 那每个人都会 就是不管妮可他可以 这样维持到几岁 好吧 60 岁 那他70岁他总要面对吧 那80岁总要面对吧 90岁也要面对啊 那这个面对一直被延后 其实我们是受苦的时间变长了 来 好多遗憾喔 听起来 但是我们